贝利亚打完奥特曼,带着他的一群怪兽小弟准备回家睡觉,就在这时候,他却看见赛罗打完怪兽,也准备回家睡觉,两队人马就这样预赛了一起,是不是一场恶战又要开始,但是此时他们都已经相当疲惫,只想回家睡觉,已经不想再打,这可怎么办? 于是贝利亚提出,他们双方各派一人唱忽勇者,谁的得分高,那么谁就先回家睡觉,贝利亚这边决定派搞笑王雷德王出场,而赛罗这边派他的亲爱小徒弟泽塔出场 奥特曼们,你们听好了,我今天就唱给你们听 爱你赛罗被我走,爱你做他帅成狗,爱你低脚满脸油,像一个小丑 爱你银河点灯泡,爱你觉得非常小,爱你老婆不知道,一堆大沙雕 哈哈哈哈,我唱得太好听了,小朋友们支持我的,给我来溜个狗头表情 鱼米大棒子你也给我听好了 小朋友们,你们觉得谁唱得更好听,那么谁就可以先回家睡觉,就在小朋友投票的这段时间 赛罗抱起贝利亚,就狠狠地做了一顿,简直不要太爽,谁叫他这么坏的